嚴重的會有什麼什麼什麼 截肢眼睛瞎掉 還是搞完大小顆粒 我搞完那個是1比8 超多的 你也說我這裡 對 你瘦那麼多 因為我六月初的時候 去檢查身體 我的血糖是135 那我不想把疾病留給小孩子 那你小小也會留給他啊 他也不在乎這個 他也不在乎啊 他是我的家女婿 所以我就開始有點警覺性了 然後我爸爸又有糖尿病 所以我很怕糖尿病 帶給小孩的一些負擔 聽說糖尿病 嚴重的會有什麼什麼什麼 截肢眼睛瞎掉 我本命又怕 你只是搞完大小顆粒 我搞完那個是1比8了 超多的 人到老了60 60有二了 結果小時候 就每天早晚 我真的每天早晚都跑40分鐘 家裡頭 澱粉 米粉 麵條 盡量補充 數字出來了 從73到現在64了 我下一步就開始練舞蹈 我跟腹肌了 潘若迪 你給我小心一點 我跟他拚了 有沒有關心一下潘若迪 最近之前不是婚變 真的還假的啊 學歷很高 是很感性的女人 潘若迪是個運動健康陽光男孩 這兩個在一起是褲子 沒有分的必要 所以是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個必要 那你最近是看到他們夫妻同框 什麼時候 我覺得OK啦 最後一次碰到他們兩個同框是 潘若迪愛小孩 愛妻 愛老婆 最後一次是什麼 哈哈哈哈哈 還是沒講 我最近在小打麻將 跟演藝圈都比較少接觸 有種避重究竟 對呀 你連說我這裡 對 對 你們不是說我只活到66歲完 你們不是說我 哎呦你自己講好不好 拜託 我賺4年了 哈哈哈 不是怕死 是不要造成後代小孩的負擔 不是如果他繼承那麼多錢 我真的不在乎 哈哈哈 其實也不是炫富 炫富是為了人設 對 上通告 以前有8間 現在改成3間而已 但是我另外買了3間日本的房子 所以現在還是6間 移到海外了啦 移到海外了啦 因為那邊可以 因為你通告真的比較少 一個女兒繼承那麼多房子 你有什麼病 我隨便你 我的分別 這樣都在代表婚生 我現在是平靜的啦 就已經沒有什麼波蘭 沒有女朋友緋聞都沒有了 我結婚 如果是選 到一條鏈子 或鞭子 就是一個動作 如果能夠選到一個被子 是溫暖的 我這種年齡 不能給任何人承諾 你現在算草息了吧 我 哈哈哈 好心酸 好心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